W-A-D-A-T-E-S-U-S-T-A-I-N.H-D-M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 红发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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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佛法存在的目标 就是只为了帮助众生离苦的乐 所以各位如果你愿意来学佛 你要有个心态帮助别人 佛陀也给我们说 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是你内心最平静的时候 最快乐的时候 也可以说最有力量的时候 就像一个医生能够帮助一个流血的病人 不流血赚不赚钱其次的 这个帮助最重要 就像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女 她能够帮助她的妈妈度过一个病苦 她觉得她活得很有意义 多少钱都不在乎了 这也是我出家的姻缘 因为我的妈妈得癌症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她 但是我真心想要帮助我的妈妈 所以人家丢给我一部经 刚好地藏经我就跪在那边替我妈妈念 因为她实在很痛 我跪在那边念 念了将近三个钟头 我发现我妈妈都不挣扎了 就不会痛了 哇这个管用 而且虽然我跪在地上 这个膝盖有点痛 但是我那个时候都忘了 因为只想帮我妈妈 结果练了三个钟头以后 她就不痛了 我就发一个愿意义 出家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出家干嘛 那时候我知道这个 地藏菩萨为他妈妈这么做 我也要为我妈妈这么做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黄金珠宝再高的地位 跟我妈妈的病比起来 那个不重要 这个事情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 让父母快乐 让父母长寿 让父母无病无苦 我并不是要我妈妈活着 我那时候发愿 如果我妈妈真的得癌症很痛苦 我希望她还没有感觉到痛苦就走了 不然就是我妈妈健康 我发这两个愿 这两个愿在我爸爸身上也实践了 我爸爸在89岁 他癌症全身 他已经没办法排大小便 他还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都没有迹象 每天吃得很好 每天很快乐 结果医生说 是这样的 怎么办 因为他那时候在乡下 然后就要送到最大的医院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跟我大哥说 我说大哥 医生现在在检查 我大哥说 可能是不好的 我跟我大哥说 89岁了 不要让他知道 不用开刀 我们来念佛 那医生也不错 那医生说 你们家属同意就好 然后他说 这样好了 帮他开个小刀 让他大小便 方便 现在让他这几天快乐 以后你们决定 结果开完小刀以后 没什么 他就有一点心脏 心脏快 有一点衰竭 那我大哥又赶快打给我 我在台湾的南部 他们在北部 我说大哥 不要再医了 把爸爸送到我们寺庙 我爸爸是住在寺庙 绕塔 绕塔 结果我爸爸送回来绕三圈 我再用电话 说手机有功德 所以我又用视讯给我 爸爸 现在绕完塔了 佛同说绕完塔 可以脱离伤恶到满院 要升天的升天 往生净土了 好不好 我爸爸说好 五分钟他就走了 他还不知道他得癌症 但是我们知道 而且很安详 所以各位 这是我发的愿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出家 我发这个愿 对父母有这个愿 所以人可以改变对方 对我很帮助很大 所以当然我出家 我就比较不会混 我没有很勤劳 但是我用心很勤劳 我随时保持在很清楚的状态 这样而已 我不让自己的心乱七八糟 对不对 但最好的方法就是 老实说了 我这一次来澳大利亚 都没有睡 几乎没什么睡 晚上要超度到两三点 一直写白味 一直念 他们就一直传过来 一直传过来 师父 什么样 师父 哇 外面房间 我也看不见 他们看得见 我跟各位讲 任何一个鬼 包括树神 你心里在想什么 他都知道 所谓鬼就有一个 简单的他心通 你上辈子是谁 他也知道 所以所谓冤亲在主 可以跟你几百辈子 他并不是你改头换面 改个名字 他认不了你 所以这些鬼 这些冤亲在主 他会跟着你 跟着你 所以你又回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他们早就认识 不管你外表 像我以前是澳洲人 我也做过澳洲人 现在做东方人 所以他还认得你的 他还认得你 就像我们那天去哪里 对啊 刚进布里斯班 因为我有一次在这边 做鬼的王 死掉了 死掉以后去投胎做别人 我答应这些小鬼说 我会再回来 我听到这一段 我又差一点哭呢 连鬼都会这样 然后我就不会 感觉到可怕 这些都是我的子民 我是鬼 所以各位不要惹我 我是鬼王 所以 我就一直跟他超度 然后一直给他念 也发觉他们走到哪里 都是 我们在坐船 我们几位法师 在旁边一直念 你也没停啊 因为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因为大家认识你了 认识你了 这下 所以没有停过 那我觉得这样就没浪费时间 别人在度假 我们可忙了 然后超度这个 超度那个 超度那个 所以 而且被你见得到了 都跟你 那天看到一只蜥蜴 他看着也不走 喝我的水 吃我们东西 谁啊 我妈妈 做鬼王的妈妈 我在做人 他在做蜥蜴 因为我有一次要出家 他反对我出家 把这些佛经佛像都毁了 这样 所以他在那边做蜥蜴 但是 因缘会 他在那边会等你 你看得见 都跟你有缘 他看着你 你看着他 然后就给他水 他喝很久 我一直用这个 他一直喝 喝完以后 上来嘴巴打开 要吃 我想说蜥蜴吃什么 我不知道 他旁边有面包 他就开始吃了 吃了就给他念经 一直帮他念 希望 因为我下回 大概见不了他面了 对不对 但是 就是要让他归 因为我知道了 我就知道 他为什么会做蜥蜴的理由 跟他妈妈说 我现在是出家了 很快乐 我的功德会想给你 你应该要归三宝 你不应该在 我会跟他说 因为你在这边安享天年 那我会 我给他取个名字 叫妙乐 希望我会回想给你 一直到你去极乐世界 就这样 就像昨天我们去餐厅吃饭 有一个经理对我很好 我吃好吗 抱着我吃饱吗 好不好吃 我也打电话 问这个人经理对我不错 他好像同性念 对我很好 这什么意思 转给我 师父 你的妈妈 又做过我的徒弟 走到哪里都妈妈 对不对 他真的对我很好 我帮他写牌位 帮他写了很多 身上帮他查回来 有两个堕胎 问他 你有堕胎 他就看我一眼 有啊 意思是说 堕胎不是跟女人 我说也会跟男人 我身上有个杀业在主 他说他身体不好 因为过去他在这边 澳洲做军人 杀死另外一个军人 所以他会跟着他 我很喜欢查这些因果故事 哪一天我比较有时间 把那几个带好好查你的 你会觉得 因为你如果不了解因果 你就不会认真 你知道你过去是什么人 你过去在做什么 所以你就会很心甘情愿的 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本来想说 我15年前来澳洲 现在又来一次 下回15年再来吧 都死了 现在不会了 明年还要来 为什么 我做过原住民 我做过这边的 第一批的英国罪犯 带头的 我做过这边的领导 做过这边的鬼王 原来我是澳洲人 所以不是光讲我 各位都是 每个人的轮回 你今天会来澳洲住 你今天会生在北京 你今天会生在香港 都跟那个地方很有缘的 不断的重复而已 所以不断的轮回 一直在轮回 一直在轮回 所以你这辈子 嫁的人 结婚的人 生的小孩 都跟你几百事的缘 不然他不会做你小孩 我都分析过 为什么我的儿子生下来 我就爱上他 我就 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就没办法睡觉 三天 我一直去看着他 我怕被别人弄错了 我一直认了他身上的样子 原来他是我上辈子的大儿子 好几次做我的儿子 但是他上辈子对我有点不满 但是我跟他的缘 他过去也出家 所以我家喊出家的不是我 是他 是他喊要出家 后来要我出家 一直要我出家 他哭 爸爸你要答应我出家 好好好 结果他没出家 为什么 他的阿嬷叫他 不要出家 给他多少钱谈条件 他跑来过 跪下我面前 爸爸你先出家 我照顾阿嬷 等阿嬷死了我再出家 他阿嬷到现在还没死 96岁 我的丈母娘 因为他跟丈母娘住的 所以现在96岁了 但是 所以这个叫姻缘 他自然就会鼓励你这么做 但是我很爱他 爱到命杆子里面去 这个对我生命经验很好 我认为我结婚生小孩 这个都是一种姻缘安排 如果我没有结婚生小孩 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被爱跟爱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 你怎么去度人 没生过小孩 跟你讲了半天 生小孩怎么样 不知道 没谈过爱情 告诉人家 怎么不要爱情的快乐 谈不清楚 我说我没经验 我哪里知道 我跟你讲 剥了心经好了 所以我认为 我刚才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各位 不要浪费时间 把别人的事情 都当作自己生命的经验 去承担他的苦 非常的重要 任何一个苦 你都不要排斥 因为你唯有去加入这个 你才会知道 苦的本体是什么 你才会有了解 空性或出离心 或悲心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 我修行就离开人间 好好的打坐 修行 你不知道什么叫佛法 度佛法对你没用 所以佛法是 你关心一百个人 就会开发一百个人的智慧 你关心一千个人 你就有一千个智慧 佛陀的智慧 叫一切总智 一切智 这是所有众生的 离苦得乐的方法 他通通知道 谁叫佛陀 佛陀要具足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为什么呢 大智慧是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佛陀都知道 大慈悲是所有众生的 帮助离苦得乐 承担他的痛苦 佛陀都圆满的承担 大愿力 佛陀成佛是要帮助 所有一切众生 离苦成佛的愿力 他一切全包 他没有舍弃任何一个 所以这个三个要圆满 那各位要把握机会 去跟所有众生结缘 你不要说 我只负责人 我不负责鬼 我只负责动物 我不负责什么 这你没办法成佛 成佛必须在 服务众生的过程里面 找到智慧慈悲 所以各位千万 打坐可以半个钟头 但是你不要打一天 人家都没吃饭 因为静一下 可以 修行最主要是在动的里面 你有一个不动的心态 那个叫真正的禅 但是现在 你必须稍微慢一点 可以 免得你不会用 所以我在讲的动物道 恶鬼道 你都要去研究 这边的水族馆的每一只鱼 你要坐在那边想 为什么它会做鲨鱼 我们都在研究 那天去看袋鼠 为什么会做袋鼠 我就开始想 为什么会有一个袋子 然后为什么要装那个 你要去研究 答案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会做袋鼠 过去它是女鬼 专门 女鬼会生小孩 但女鬼的小孩是什么 吃别人的小孩 所以他们要去抓别人的小孩 然后弄碎给自己的小孩吃 那这些女鬼现在 现在偷偷做袋鼠 然后她生的小孩 要保护 都是她吃掉别人的小孩 现在来讨债 做她的小孩 这叫袋鼠 所以袋鼠是女鬼来投胎的 我在讲卡通 你听不懂 所以但是你要了解她 你才可以超度她 你要跟她说法 哎呀袋鼠啊 如何如何 猫熊啊 不要再睡了 因为每一种众生 就像昨天那个植物园 里面有两只鸡 黑色的有没有 头硬硬 那叫什么鸡啊 很大的火鸡 头硬的 前身黑的就两只吧 你们大概还没去 就那两只很大的 黑色的鸡 很大 我一问之下 过去在森林里面 砍树林的 偷砍树林的人 现在她就 整只大大黑黑的 在那边跑来跑去 头尖尖的代表木材 所以了解她的夜报 所以你要度众生 你不了解不行 了解她 带她忏悔 她才可以脱离 这个畜生的身体 当然如果没办法了解 你有心也 也可以比较久而已 如果你直接了解 就很快 所以袋鼠为什么做袋鼠 猴子为什么做猴子 所以 昨天还看到 那个鹦鹉很漂亮 对不对 全身很漂亮 他们叫五色什么 彩虹鹦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问了 过去是皇宫贵族 专门搜刮别人的黄金珠宝 好东西藏过来 自己用 好了 现在呢 堕胎做畜生 全身还是很漂亮 他每天在找吃的 收刮别人的财物 有点像贪污 所以现在换成 他做这个 全身 因为好东西才要吃 他执着这个东西 所以他身体很漂亮 但是堕落畜生岛 贪的果报 所以那这些都 但是 鹦鹉 它可以跟这个树神 鬼都沟通 因为他们做过鬼 提升了 变成鹦鹉 所以他 树叫鬼神村 他们跟树神是住在一起 鬼神住在一起 自然的 只是每一种鹦鹉的 因缘不一样 像你们这边有一种鸟 嘴巴不是很长吗 在里面吃东西 毁谤经典 毁谤三宝 包括毁谤天主教 毁谤说那个不好 所以他就变成一种动物 嘴巴要吃个东西都很痛苦 因为嘴巴毁谤 所以各位 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 不要去毁谤其他宗教 任何宗教都有 它存在的意义 我认为我跑世界 而且我认为各位住澳洲很好 我认为澳洲政府尊重每个宗教 尊重 让每个宗教可以和平相处 而且这边真的是和平相处 而且澳洲也是算这个世界 算杀业比较少的 除了杀一些鲸鱼 带鼠 不要杀带鼠 因为夜暴很重 因为他们这些有记忆性的 但是又没办法 所以各位你至少住在澳洲 要对澳洲有点贡献 超度那些被杀的带鼠 超度那些被杀的鱼 超度那些他们要杀野生兔子 这些你要超度它 所以你要学会这个 因为这个甘露诗史 就是对地狱道 恶鬼道 所有被杀的动物 包括人类死掉了 然后我们给它布施食物 给它念佛 超度它 一天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念完了 然后如果你这辈子这么努力 你下辈子还愿意来澳洲的话 你保证坐这边皇帝 最有钱的人 最大的地主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片土地修福报 你在这边会碰到最好的人 来帮助你 因为你在这边奉献过 所以我在墨尔本 我信徒很多 大包小包 什么都要给我 因为我做过那边的王 这次还碰到我过去的皇后 王子 我知道他们不知道 就是一家人 又是在一起吃饭 然后他们说师父 你要做什么 我们都帮你 没问题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你们拥有的都是我给你们的 因为你自己 但是不能去 这是自己知道就好 希望他们学佛比较重要 现在有钱人要学佛 所以 只是说这个福报 我们现在有福报 最大的福报不是金钱 最大的福报是你心里懂佛法 佛法分的两个部分 来 智慧 慈悲 就这两个而已 对内的智慧 没有烦恼 以及帮助别人的方法 在你心里都有 对外的慈悲 不分形象 猫熊也好 鬼也好 鲸鱼也好 所以 你都要回向给他们 帮助他们 特别杀鲸鱼是个不好的 因为他们查出来 鲸鱼过去都 鲸鱼死了以后 它体型很大 他们威德力很大 将来会做鬼王 带着很多去打仗了 甚至变成大将军 带着小兵 去把这个国家给毁掉了 所以各位杀来杀去 就像澳洲人杀死了 日本人 多少人在新吉内亚岛 这个都是一个杀业 你杀过我 现在我要杀你 所以鱼变人 人变鱼 特别是这些海豚 大型的鲸鱼 他们容易发动战争 所以佛陀的整个国家被消灭 是鱼 两只大鱼 一只做琉璃王 一只做琉璃王的军队 将军 带着所有军队 杀 释迦牟尼佛家族三天三夜 女人全部断手断脚 丢在河边慢慢死 男人用三天三夜 用全部的大象 把它采成肉酱 佛陀的家族是这样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说了 过去这个家族 在一个大湖水 放了一种毒品 把鱼都给毒昏毒死 然后抓起来 女人负责切 然后大家来吃 剁成肉酱等等 所以两只鱼王就变成将军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 当这两只鱼掉在那边还在挣扎 有一个小朋友还在喝母奶 他就比那鱼 意思是说里面也要死了 那个人叫佛陀 所以佛陀在三天三夜 因为他比那个鱼头三下 他头痛掉了 快裂掉三天 佛陀说他没有这个沙夜 虽然他也是加米罗维国的 释迦族了 他不用被杀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吃肉 他也没有杀 他只是比一下 所以各位你去海鲜店 不要随便比我 你要喝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不要说 这只龙虾好吃 这下你惨了 这只这么大 那你了解因果 千万不要 因为所有的龙虾都以你为敌 你只要杀一只 因为这些动物很奇怪 你杀一只狗 所有的狗都会咬你 你相不相信 而且虾掉的狗也会咬你 他很奇怪 狗有直觉 最可怕的 死掉的狗都会找你 你走路会跌倒 很多老人跌倒 我们去查 双跌倒 狗的灵魂 让他跌倒 摔破头死掉 因为他过去杀过狗 所以你怎么知道 老人什么时候跌倒 你都不知道 所以只是因为冤心在主 这个叫冤心在主 他可以制造这些 车祸 死亡 自杀 跌倒 生病 亏钱 甚至让你感情很痛苦 他用各种的方法 只是因为我们是有形的 他是无形的 你怎么跟他比 没办法 我的讲法是希望 各位记住 像那天我们很多人去看海豚 在吃鱼 觉得很好看 这个是不好的心态 因为海豚已经很可怜了 而且被吃掉的小鱼 很可怜了 然后如果你认为你是佛教徒 不能享受那个东西 他们 这样 好精彩 然后 那等于在造二业 水洗二业 那我们当然 也不得不看 了解他的苦 为他念佛 诵经 希望他脱离海豚 被吃掉的小鱼也离苦 那些为这个做生意 在拿鱼给他吃的 也能够了解因果 你要用慈悲心看 这样你就没有造二业 不然你叫水洗二业 水洗二业 那就不好 所以谈到修行 各位还是要了解这些道理 了解道理知道 我们起心动念都在造业 所以就不要去水洗造二业 然后这个世间在做什么 我们就尽量 像我们进餐厅 我们都会念一些咒 希望餐厅里面的这些被吃掉的 鱼虾海鲜肉 离苦得到超度 对这些人 这些卖卖的人 我们会送他这些 等一下也会送给各位 这个叫待极解脱 如果他在煮肉 这里面有个咒 他在煮肉端肉出来 他这个手一端 他那个肉都现超度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水球咒 然后 意思是说 这个咒的意思 这有六个咒 有六尊佛在你的身上 你只要相信 那这个佛的力量 就透过这个 这个叫 接触得解脱 对 就透过你的身体 你接触了 你得到佛的力量 你跟别人握手 或是你洗澡 这个水沾到这个 流下去 他们都可以 碰到这个水得解脱 那你戴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个悲心 原来我戴这个 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 那你戴起来就很有意思 因为咒 什么叫咒 这一尊佛的所有的功德 整合在一起叫咒 咒叫种词 那念咒或戴咒 就是保持佛的心 那佛的心就是一种 智慧慈悲 普度众生 所以你要把这个力量 带在手上这个意思 然后当然今天会送给各位 多一点目的的希望 你送给别人 好不好 送给别人 你别说这是我的 你要慈悲 我念那么久 就是要给你的 你要有那个 要有那个心态 因为你把这一条咒 送给别人 请问这个咒现在在哪里 变成在你心里 记住 你把一百块 布施给众生 请问这一百块 永远在哪里 在你的生命里面 明天变两百 后天变四百 再来变八百 这个就是舍一得万 这个意思 因为你布施出去的 布施出去的钱 才会跟你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永远记住 你一直 你觉得你这辈子 家里穷 连个房子都没有 那你最好去布施 人家盖房子 人家要盖医院 盖老人医院 免费医院 盖寺庙 你也出一点点钱 尽你的力量 那你生生世世的 带房子来 就跑不掉了 因为你布施了房子 所以你要从这里面 去修你的福报 修你的福报 就像昨天在动物园区 那我们也要捐钱 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那你捐的虽然只有十块钱 但所有野生动物 存在的功德 都跟你有关系 因为你这十块 融入于大海里面了 融入了 也就是说各位要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什么不爱就爱钱 现在要爱功德 好不好 一直去修福报 修功德 因为你有福报 有功德 才可以进化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福报 那就没办法 那只是我们的动机 是要帮助世界 把力量 把爱 带到每个世界去 所以我发觉 现在我们华人 移民到全世界 这是佛法准备兴盛的目标 但是各位 现在把这个法传给各位 这不是我的 佛陀的 但是你让你身上也开始发芽 好不好 一个人 佛经说 一个人在澳洲 虔诚的诵地藏经 整个澳洲得到加持 一个人 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 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念心经大悲咒 重点不是哪一个经咒比较高 而是那个心态 那个动机 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我什么都不会 只会念观音菩萨 只会念 然后念的时候就像这样 像宇宙一样 整个在转化这个世界 所以我想各位要 要开始利用你的心 让你的心 跟佛的心合在一起 念一下 一心念佛 念佛当下就是佛 对 一心就是用正确的心态 大悲心 平等的心 叫一心 这里面没有私心 念佛 然后你就在转化那个世界 所以普门品说 有再大的苦难 一心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苦难一定消除 一定消除 就是说这艘船坐一千个人 快沉了 这一千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 念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整艘船都不会沉 想不相信 下回要坐一艘会沉的 你才会相信 因为你要试试看 那是佛法无边 你不要说我一个人念有用 但是如果你一操心 怎么办 蹦沉下去了 所以各位 你要修到很有福报 像各位现在在修行 你要成为你这个家族 最有福报的人 以最有福报的力量 在念佛 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个是 为什么行菩萨道 要累积很大的福报 跟功德 这样你可以影响事件 然后 为什么要做甘露事事 佛陀说的 如果一个人 能够对孤魂野鬼 有悲心 而念这个辩识咒 你身上是什么威德 来 与上帝同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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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你对他们慈悲 因为没有人要对这些鬼道慈悲 大家都不要鬼 怕鬼 不承认鬼 那我们学佛的好处是知道有六道轮回 所以佛陀说 对可怜的众生慈悲 超过你供养百千万亿佛的功德 超过你把整个地球铺黄金路的功德 因为对这些可怜的恶鬼慈悲 所以希望各位走到哪里 就带着米也好 洒洒干露水 像我这样 我走到哪里 都会洒干露水 因为你想着观音菩萨的水 这样就好了 或是各位可以把咒语放在上面 意思说都得到诸佛的加持 走到哪里就洒干露水 那些鬼就会跪在那边 我讲我真实一个故事 我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一发生 那边的法师就跟我说 我一下就去了 真的很可怜 对我来讲记忆犹新 那第二年他们又叫我去 因为我第一次去 就是到他们最里面 最里面的地方 刚好有一个村学校被掩埋了 他们叫我书记 那个时候管你什么 念什么都可以了 那个时候不用批文了 就在那边念啊念啊 就超度 那第二年他们又要我去 那一天我刚好从国外 又跑到别的地方回去 又没睡觉 我就在车上打瞌睡 结果打瞌睡 直到里面以后啊 他们就打电话来 台湾一个打坐的法师 他说海涛法师 你慈悲啊 你坐车走 那些鬼都跪在那边 等你给他撒 我说啊 我在睡觉 我说他们怎么知道 哎呀 这些众生啊 太苦了 做恶鬼道 寿命 一百七十万年 都没水合 对他等一年 算什么 只是他知道你要去了 你怎么不傻 我吓坏了 那个法师 也不知道我去 但是 所以人家修行 有修行的功德 很多在家菩萨 出家人会这样 我从那天开始 坐车就不睡觉了 开什么玩笑 人家在那边等 什么叫恶鬼道 他的嘴巴 一饥渴就会吐火 就会吐火 然后就烧到他的脸 所以叫面燃鬼 而且 所以各位晚上吃东西 不要 不要出声音 晚上大家喜欢吃喝 出声音 那些鬼就一直吐火 一直吐火 因为一饥渴就吐火 就很可怜 因为鬼道是24小时都有 只是他们在没太阳的时候 就会全部更多 因为他们太阳一晒 皮肤会像吸血鬼一样 会像泼硫酸一样 很痛苦 所以他们会寄居在阴凉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身上最好带个水 然后到阴凉的树下 就给他撒几滴 撒几滴 阴凉的树下 因为他们在阴凉处 甚至你各位出国住酒店 你酒店要进去一定要先这样 我来了 不然你一进去就 感冒冲到 对不对 我跟你讲经验 这是一定的 那怎么办 你进去以后 我来门打开 阿弥陀佛 共享甘露 你一听 干脆不住酒店 你不慈悲 你有我执 有这个我执就会怕鬼 没有我执 你本来心也是鬼 那什么关系 贪心就是鬼 所以你不要管那么多 反正你到哪里 你就 然后放一点点水 加一点点米 七颗米 标准是七颗 一杯水 就放在里面 有时候说摆里面不好 又摆外面 错了 要摆里面 为什么 一个空间 只要七天没人进来 鬼就进来 他不会伤害你 他只是借住 因为孤魂有鬼 没地方 没地方去 了解吗 很可怜 所以他们会进到里面 所以我们只要这样 一个新的房间 进去就给他 撒撒 如果你会念大悲咒最好了 你也念 大悲咒 我们钥匙咒 摆一件水 他就不会 他就永远不干扰你 你最好还讲 明天六点 他就马上叫你起床 难得等到这么好人 我讲的是真的 我们有一次 有一个小法师 我说你到哪里都要坐 我们到澳门 澳门 澳门是荷兰人 结果他晚上睡觉 我下午 老师我醒来 等会一个老外 一对老外 一男一女 站在那边看我 对啊 你怎么在我这边睡 这个对我经验很好 还有一次是 那时候20多年了 两个小和尚 我都在说 你们到房间都要坐 两个都不坐 一进去 睡觉了 睡觉厕所就有声音了 两个吓坏了 抱在一起睡 可怜 师父 可怕了 师父隔壁有鬼 我说哪里没鬼 我说哪里没鬼 赌城 有赌鬼 怎么可能没鬼 因为我告诉你 当你在赌的时候 后面就一大堆赌鬼 所以赌博的人 你永远相信 跟你技术没关系 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是你的业 或是那些赌鬼 在影响你 不是你在赌 因为如果你是决定你在赌 你就知道赌了赢 你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做 要水跟米 他们就很谢谢你 站在门口 站卫兵 他不会干扰你 但是如果你慈悲 帮他念个心经 念个阿弥陀佛 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他就跪在那边 生生世世 护持你 这个很重要 像我们出家人 不断地来轮回也好 去净土再来也好 也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缘 所以你走到哪里 很多人 很多众生都想跟你结缘 都在护持你 该出太阳出太阳 该出彩虹出彩虹 该下雨就下雨 因为他在护持你 所以念一下 你对世界好 世界对你好 你对众生好 众生对你好 这个就是修行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撒个米 吃个面包 吃个面包 偷偷塞一块 放旁边也好 对不对 然后众生会先吃 再来鸟就会来吃掉 所以走到哪里 不管那边写的金子 喂海鸥 喂还是喂 偷偷喂 对不对 看到没人撒一把袍 但是因为他没想海鸥很苦 我跟你讲 不是海鸥的问题 是海鸥旁边的这些鬼一大堆 你就撒一把 撒出去 他们无形的先吃 无形是一个心态而已 你撒出去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得到那个味道 然后有形的再把它吃掉 很慈悲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撒米 这是佛陀的规定 佛陀说 佛弟子不施死者 非我弟子 就是不慈悲的意思 他说任何有人 十字路口树下都有鬼 罗刹鬼 无形种子 特别树下 各位一定要撒一把米 因为那个树精很可怜 什么叫树精 这棵树三百年 他就关在那边三百年 关在那边三百年 树枝就是那些小鬼孤狠野鬼 就在那边 所以你经过树下 一定要撒一点点米 一块面包也好 给树神 然后等一下蚂蚁小牛也会把它吃掉 很慈悲 非常的慈悲 然后他们就会永远记得你 佛经都有说 今天你在某一个地方喂一只蚂蚁 那一只蚂蚁如果没有死 其他的蚂蚁也会每年那一分那一秒 就一群在那边等你 真的哦 百分之一百 因为蚂蚁很特殊的 那个地方曾经有食物 他们会做一个永远的记号在那边 所有的蚂蚁经过那边都会等 然后但是每一年会聚聚在那边 因为曾经有食物 很可怜的 蚂蚁也是一种鬼 你看眼睛看不见 但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吃 所以佛陀说 你能够布施一只蚂蚁 等于念了多少经 你能够念了十部经典 你能够布施十只蚂蚁 等于念了一百部的经 你能够布施一千只蚂蚁 来世做皇帝 那你的子民呢 就是那些蚂蚁倒在的 因为你对他布施 为他念佛 他护持你 所以那佛陀这样讲的意思是叫我们 希望我们修大乘佛教的人 你会念观音菩萨都是大乘佛教 那你要开始实践慈悲 所以对这些有形的无形的 甚至澳洲比较少 这些游民比较少 你要到欧洲 美国可多得不得了 所以各位要多布施这些给他们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吃饭都要布施 每天虽然你是吃荤的 但是你那碗饭至少是素的 所以拿的饭要怎么念来 各位念一次 当你要吃饭那碗白饭拿上来的时候 来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因为家里有土地公 你做生意的不拜拿毒公 大伯公或土地公 做不了生意的 就是这些家里有水有水神 门有门神 家里都有的 这边里面有花园 外面还有土地神 树神都有 这些是护法善神 所以供养三宝 第二个供养护法善神 再来供养父母祖先 供养父母祖先 而且我们佛教不是光现世父母 有时候还会念 有时间七世父母 累劫父母 历代祖先 供养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就是你过去杀掉吃到了 包括堕胎的 你都要回想给他 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有流产胎儿 你最好默默念三位胎儿 每天他这样你念个七天 他就超度了 妈对我那么好 怎么可能会伤害妈 就是你要注意他就对了 然后念一下 供养一切众生 最主要是供养四个部分 三宝 护法神 冤亲宰主 包括父母祖先 然后六道众生 供养完以后 你就拿七颗饭或一点点米 拿去外面的树下 最好又能够给蚂蚁吃 给鸟吃 那你才吃饭 这是佛教的生活模式 所以饭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整个都树的 那你可以观想 供养 最好 因为佛教也不希望那些罗刹鬼吃肉 因为他吃肉了 吃习惯了 你不给他 他就会去找那些 他会制造流血 因为他要吸那个血 所有的战争 在佛教来讲 都是这些鬼王 古时候死掉的地狱王 策动的 他们去做 因为他们要血 你一定要流血 然后他才可以吸到 所以叫罗刹鬼 他专门吸血 他会制造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开始 超度他 对他好 给他甘露 因为不用血 佛陀说 你念过咒的甘露 比血还好喝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人 所以佛陀都讲了 连罗刹都吃素了 奇怪 人怎么还在吃肉 因为佛陀时代的 所有罗刹鬼 都被佛陀感动了 为什么 当这些罗刹鬼 在吃人血的时候 佛陀就用神通 让罗刹看到 他们在吃谁 都是过去的爸爸妈妈 当这些女罗刹 在吃小孩的时候 佛陀也用神通给他看 原来他吃的小孩 也是他过去的小孩 只是他不认识的 他们都会很亚裔 就不敢吃了 就受戒 然后他们就一直问佛陀说 那佛陀 那我们这些罗刹鬼 没血肉吃了 你叫我们不要吃 我们守这个劫 那我们将来吃什么呢 佛陀说 你放心 我会要求所有佛弟子 布施甘露给你们吃 所以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念 大蓬金赤鸟 旷野鬼神众 罗刹鬼植木 甘露西充满 然后布施一点点饭材 给他们 或是你可以用 直接用一条面包 捏 一捏像人的样子 一条上 丢出去 因为他们 还是那些罗刹女鬼 喜欢吃小孩 但是他就认为 这个比小孩好吃 这是佛教 要我们懂的 这样你 这样就社会就会和谐 如果各位 你会经常这样做 你会发现 你奇怪 最近生意很好 事情很顺 为什么 这些无量无边可怜的鬼道 接受你的布施 愿意升天也好 还是继续做鬼也好 很有福报 还是去极乐世界 他永远在感恩你 因为他们有他心痛 那你会觉得 哇 这个杨栖熊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表佛陀的教法 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 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 顾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太阳后 我会以后以后 比输中 庞顺之医生 开阻防疫 没有变成 在家中 主动关心生人的身体状况 当你良体温 香港有发生 也在身体没有伤症 相接一部医生 和个体育下血缺 没有稀好够双口 没有太多批核 当你天使情节 手托高时 也就直接用的空间 实际稀罪 没有更加用 香港要轮流使用金钱 而先情节手托 双口的世界 要全场挂罪 孤天的年车 孤天的月 使用人的世界 对国的宠门 而打开来 保持通风 十分的世界 而有孤天的年轻 天使本车 一三年一分 韩国使用各病 没有通人乘着 没有共发 超高通茶 请超孤天的月 好够防疫没有病准 安心好息有保障 不能乘下大病 舒服生人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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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千千千的路难 如荡满白灭了 千千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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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